三個老闆來取暖一下 三個老闆今天要取暖 瓜奇是業界最成功的老闆 沒有啦 我當老闆很多問題是跟他請教 類似說公司的員工如果哪一天 想要自己開Youtube頻道出去做 如果今天培根說他要出去自己弄 他本來就有阿歐巴馬 我很久以前我曾經以為培根是那個 whitey boy的老闆 你怎麼會這樣想 在這邊大鈴耶 那是大誤會 這誤會很大啊這誤會 對 那瓜奇你有遇過就是 來應徵上班不要看很奇葩的 我遇過就是說他會退一公斤 然後在我面前說要把湯匙弄完 然後我以為他真的有 結果他用手把它折完 我說你錄 他是要搞笑吧 歡迎節目主持人 Jo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oman Show 今天要會帶來的這個主題呢 跟我也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這幾年來 台灣的勞工意識抬頭 包括了像一些國營企業的罷工啊 甚至是在最近 國家政府也把這個基本工資 不斷的上調 那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嘗試的從老闆的角度 因為其實老闆也是很辛苦 我現在也是一間公司的負責人 然後我們邀請到了台灣的新媒體圈 很知名的另外兩位老闆來跟我們聊聊看說到底我們是冠老闆 還是說為這個國家在打拼的老闆掌聲 歡迎我們的 瓜吉還有顧穴 大家好 老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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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三個老闆來取暖一下 三個老闆真的要取暖 你們平常會被叫老闆嗎 我的同事真的都叫老闆 直接就叫你老闆 直接叫老闆 我比較不會 因為跟同事們比較像朋友 我太喜歡被叫老闆 覺得有上對一下 你不喜歡被叫老闆 說到被叫很爽 可是我會覺得有壓力 所以如果叫你老闆你會制止他 我覺得去一些特殊場所叫我老闆好 我OK 尤其是九天可以 但是公司的話我覺得就叫我宣 宣 因為我一直叫我宣 然後我奶奶都叫我宣 欸宣 幫我看一下今天的影片進度會不會OK 你是認真的嗎 這不是second吧 這不是second啦 就是你叫我什麼都好 不要叫我老闆 跟我的對你的印象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更 更無厘頭一點的叫你 叫欸也可以 叫欸 也行 博恩嗎 也行 也行 歡迎繼續到今天的 欸 那我先來問一下兩位 當初是為什麼決定要創業 當然我知道呱吉之前有來 有專訪的時候有聊過 不過還是可以跟我們提一下說 當初為什麼決定要創業 然後燒多少錢 這實在講太多遍了 太多遍了 簡單的講就是說 那個時候突然之間覺得 幹你覺得已經到了39歲這個年紀 如果不出來 搞一點自己的事情的話 這輩子都在幫別人打工 好像有點不爽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幹我那我就出來做好了 那那時候正好也本來想換房子嘛 想把舊的房子給賣掉 然後換一個更好的 但是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欸不然這樣 我們把房子賣掉 但不要買新的 他說欸那不然你幹嘛賣 我說喔 因為我想創業 我老婆傻眼 你當時你老婆有沒有覺得被框了嗎 就被騙 沒有他當然很氣到 他氣到那時候 那時候睡前嘛 他就本來是要睡覺 然後他一聽到人這句話 直接翻過身去繼續睡 欸這個正常 那個時候喔 就正常是會離婚的喔 對啊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他也知道啦 這個人說不聽啊 所以他後來也只是 表達了一下無聲的抗議 但是我最後要怎麼做 他就隨便 我那時候9月跟他講這件事情 10月我就把房子賣掉 一個月就賣掉 其實很便宜的賣掉 有賺嗎 欸其實沒有 問到重點 房價高漲的推手 瓜好版 欸那是2017年的下半年 那個時間點算房價很漂亮耶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 可是我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我單純就只是覺得說 阿翔賣 那個點很漂亮 那時候我的親友 每個人都說你瘋了 你幹嘛這樣一個月就賣出去 你這價錢很爛什麼什麼 所以我就說我不管 所以現在應該跌到 你當初賣的價錢的 8乘5或8乘 然後兩年後 每個人都說 欸你怎麼料到這件事情 我沒有 我就只是想賣 我記得你的公司成立 是1000萬還多少 沒有啦 資本額 我資本額是350萬 但是我後來 陸續其實一直都有在投錢下去 我是採取就是我老闆 借錢給我公司的方式 一直維持他的一些營運 早期沒賺錢的時候 但後來 因為我現在有投資人了嘛 所以資本額現在就變比較大 現在還在A輪 還是已經到B輪了 哪有 我才是默了一輪種子而已好不好 還有破譯了嗎 現在 怎麼可能 問好戲喔 我很想 不是因為 我就是在想說 我們YouTube圈到你哪一間公司 哪一個頻道 可以先開口出來說 我們破譯了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募資這件事情 是取決於 你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事情 對 如果今天大家只是 就在搞一些網紅的生意 說真的 其實你完全不募資 然後呢 募到一億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就是除非我今天要拍一個 什麼劇 要買一個很誇張的器材 不然根本你沒必要 而且老實講 你今天這個資本額 一輪一輪募上去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是為了要出廠 出廠就是說 我這個公司 進到某個規模 然後最後有一個人覺得 你這公司在太棒了 我幫你留下來 然後呢 於是我可能還是營運層的主管 但是問題是我已經 全部把我的股價 變成了現金回收 可以直接退休 是一個這麼完美的情況 可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是取決於這個公司的價值 不是綁在你身上 就你不在 這公司的價值還在 可是大部分的網紅 像你 或者是你 你們的公司都是屬於那種 如果你們不在 這公司的價值就歸零 GG了 對就GG了 那這樣誰會想要買這個公司 你說 但是呱吉講的很對 就是網紅 真的branding 太綁在那個人的主體上 所以對我來說 下一輪如果還要一直募資上去的話 一定是因為這個公司 我會想到的一個新的價值 不是綁在我身上 或者是公司的任何一個成員 一定是這樣 呱吉說得很好 沒有 沒有我當老闆很多問題是跟他請教 他 我跟妳說 我們都會私下都會交流 因為呱吉是業界最成功的老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年紀最大 我覺得 會想要問呱吉是因為他也非常的社會化 就是他也待過真的很大體系的公司 你講到重點了 因為他待過正規公司 我那時候當老闆是完全沒有進正規公司 就要自己摸索啊 我因為最一開始是想要當廣告導演 所以我那時候開公司是為了接案 然後結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我拍正規廣告的比例只有兩成 然後結果後來八成全部都在拍搞笑片 有感覺於那個曾經是要拍那種 我原本是要拍那種 畫面很美像MV的那種 因為我早期在大學看很多日本泰國廣告 台灣怎麼都拍不出這麼屌的東西 我就想要來拍這個 然後後來才發現業界很現實 那些導演都跟製作公司已經卡位簽約卡好了 我根本塞不進去導演的位置 所以我後來開公司就變成接網路的案子 所以才開始變成反骨現在這樣 到目前為止有燒很多錢 我買攝影器材應該至少有兩三百萬以上 兩三百萬以上 因為我以前是非常苦的 我那個時候是騎摩托車 當人家婚禮攝影師 一天跑三個點 一天賺九千塊 然後一個人從拍到剪全部弄完 我存那個九千塊存了好久 才買一顆三萬五的鏡頭 幾歲的時候 大概在2122的時候 我這麼年輕然後就要買 我那時候買三萬五鏡頭蠻幹的 三萬五很貴耶 我那時候甚至想說我會不會買完就破產了 你知道那時候大學生哪來這麼多錢 我是一個拍片想衝就衝的 我記得我拍一個羅百吉 他給我五千塊幫他拍MV 現在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找KTV點的大家罵罵愛誰 重點是我跟你說我拿五千塊去接 然後結果現場我覺得燈不夠 我立馬衝去買三萬多塊的 我完全不適合當老闆 對啊 而且五千塊你也接是 是你很喜歡羅百吉嗎 我很喜歡羅百吉 我覺得他超屌 所以你就是那種銷價競爭 為了要接案子 無所不用其極的人 就是那種爛人就是你耶 我跟你說為了要作品 結果後來那影片也不是我剪 我說真的 我MV我聽過市場行情最低的價錢 我聽過的是十萬塊三支 你給他 已經很離譜了 十萬塊三支 然後通常那種MV大概就是在固定的場景 一群人搖啊搖去 大概這個等級而已 結果你居然五千塊 那是要拍什麼 就是瞬間有拿一些手機啊 輔助 然後或者是 就是自己手當滑軌這樣 你是說MV畫面有部分是用手機拍的 他們因為真的 那時候記憶卡還不夠 然後是真的有拿手機拍 他過程是 記憶卡就要一千塊了啊 非常離奇的 媽媽愛誰 可以大家去搜尋一下 就是很屌 我們看五千塊拍的什麼 對來自未來的作品請看 所以我是原本是要走正規導演 然後後來我就把 這個創意放在網路上面 我覺得他們兩個 都算是很有理想跟報復的老闆 我當初會成立公司 當然是因為稅制的關係 你在繳稅 因為你知道走個人勞報的話 大概年薪 就假設你不撫養任何人 大約150萬以上 就是超過20%以上的稅率 因為有些費用個人勞報真的報不掉 所以它是你的成本嘛 像買器材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我成立公司一開始 我還是solo team 然後就成立了我的公司 然後是後來才開始 開始真人 就是我覺得跟他們兩位 比我自己很像家庭代工的 的規模 沒有我早期也是這樣啊 很正常都是這樣 可是傅軒不是爸爸的公司 我那時候 爸爸有很認真幫我 然後他那時候很感動的是 他直接選擇退休要來幫助我 他直接退休 因為我不太會 處理公司的事情 所以他包括成立公司 還有一些過程 他就請會計什麼 他都在我後面弄 他就是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你好好創作就好 所以我其實心裡滿感動的 很感動耶 可是這樣壓力也很大耶 自己的爸爸為了 自己然後就退休 我跟你說 這就遇到另一個問題了 我現在跟他見面都在講工作 他有時候就很生氣說 我到底是你爸還是你員工 你也會吵這個 而且我甚至跟他工作完還會很客套說 謝謝今天辛苦了 辛苦你 勞報單在那邊 勞報單自己簽 然後那時候就 回去就嚇到說 天哪自己的爸爸 我怎麼會 講話客套 他真的會下意識 會有那個待機模式 不是故意的 就會變那個狀態 不過後來我其實很慶幸 就是做這一行 因為我後來認識很多業界廣告導演 說他們很多案子是被我們搶走了 就客戶他不一定要這麼高的質感 但是他會希望 有有趣的內容 對所以我覺得覺得滿開心 也算是有實現自己夢想 不過我覺得這他們公司的體質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今天我現在假設啦 假設就是有一天突然覺得 幹網紅這一塊不能再做了 其實我覺得以他們現在的體質來講 他立刻轉型變成是一個 拍片後製公司 我想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其實原本就是設定在這邊 他原本的目標聽起來有點像是群人 群人也是這樣 就是他們自己有作品 可是他也隨時可以接別人的MV 所以上面不要看沒有嘗試過 去接別人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希望能夠做自己的IP出來 那今天要接拍別人的東西喔 其實我跟你講我不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可是我覺得一旦把精力花在那上面 我們的作品就會更差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是 不是這個階段我會考慮的事情 也不太像你的個性會做的事 我還是覺得創作比較有趣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資料 我覺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瓜吉在成立上班不要看之前 曾經 因為那時候你在神魔之塔 就是工作過 你說你主意打電話給 那個時候當紅的台灣YouTuber 對對對 現在還紅嗎 就是那個時候 像我那時候有打給群人嗎 其實YKBOY我有打 你有打給我嗎 有 可是你是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紅嗎 快不紅嗎 快不紅嗎 那時候是剛要紅 現在是快不紅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還很紅 好好好 我那時候其實都有打很多 然後還有摘不紅就等死啊 浩浩什麼 我通通都打 但是只是說 有些人沒有約到時間 我記得他們好像就沒有約時間 沒有約到時間 然後那時候像群人就有約到 然後我就有去他們的工作室去參觀 不過那一天接待我的 並不是大家檯面上看到群人的 是群人背後的老闆啦 我就直接問他說 欸你們平常拍片啊 拍片都有哪些人員的編制啊 使用什麼樣的器材啊 有什麼有趣的創意發想的方法啊 就把他們問一輪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 因為我覺得創意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你一定要非常的無恥 臉皮很厚 能夠得到多少別人的知識 就盡量多拿一些 我就假裝成是要找他們拍業配 他們多年後有想到說 欸這個人不就是 其實我後來馬上我要開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我都全部都打電話 再跟他們講說 欸不好意思其實我 要去開一個跟你們一樣的工資喔 然後對接下來大家還是以後可以合作 可是我覺得大家其實都很大方啊 因為這個市場 我覺得還可以容納下很多很多不同的類型 那個時期我覺得是 欸那瓜姬你那個時候 因為這樣子得到一些 你覺得很受用的撇步嗎 或是一些訣竅 就是問這些當時的YouTuber 我覺得只能夠說 我對於這個行業 有一些比較初步的認識 譬如說 大家的商業模式啊 生意來源啊 大概是怎麼樣 我有一個比較初步的掌握 所以我當我在設計我這個公司 要怎麼活下去的時候 然後呢 怎麼樣去計算 自己可能需要多少營收啊 什麼平衡啊 我覺得我有一些假設 就來自當時的一些訪談 但我說真的 能怎麼樣拍片 拍出會讓人喜歡的東西 不是這種訪談就能夠學到的 所以大哥還是你自己摸索 對 因為我說真的 就好像你 假設你今天 隨便講 你去找海明威 你問他說 請他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教你怎麼樣寫小說 你一個小時之後就可以變成海明威嗎 當然不可能啊 就是我去找酷炫學 酷炫請盡所有的這個能力 墨水 對 你就這樣教我了 我就能變成酷炫嗎 其實也是不可能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有任何人來問我說 你覺得有什麼樣做這個行業 我其實從來都不會吝嗇 因為我覺得說真的 我講了 你真的學得到 很有限 對也很有限 最後還是要靠你自己 我其實非常欣賞呱吉 因為我遇過一種老闆 這個圈折的人都是 很吝嗇的 簡單來講就是討教你 你不會回我東西 因為我在問呱吉任何問題 他都是全部告訴我 以及教我怎麼樣當一個好老闆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那個啊 他歌姓就是自爆網啊 爆了一絲爽 他就一直這樣 沒有啦 就很感動 對啦 沒有啦我只是單純的就是覺得說 其實這種東西啊 這種姿勢是沒什麼價值的 你hold在自己身上 哪有超有價值的好不好 我是說對我 對我來說我hold在我身上 我不給你 我沒有任何好處 可是我把它散給別人 我覺得以後你知道嗎 大家可以互相交易 而且我覺得某部分來說 老闆孤獨的 如果負責人跟負責人之間 比較會有話聊 因為你知道勞方可以公開的罵老闆 可是老闆很難 這個世代很難公開的罵 你知道他很常突然間半夜就傳一個訊息說 他也會他也會 可以打電話給我 可以打電話給我 你直接這麼嚴重喔 不會 因為我真的覺得 人跟人之間相處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很多問題會請教他 而且都是我覺得 直接打給你 他發生過然後已經解決完了 我就覺得哇 然後就打過去問 類似說公司的員工如果哪一天 想要自己開YouTube頻道出去做 最現實的問題 如果今天培根說他要出去自己弄 不要上完整天 他白日有歐巴馬啊 對那是因為 今天也沒來他越來越大牌了 今天也不來了 對他今天不來很大牌 不跟欸 平常拍片還會跟 對啊 酒店秀他覺得還好 對他很小 三三小 我自己其實很訝異 是我自己找員工 我很害怕找那個他自己很想哄 因為我很害怕說 他哄了之後他就走了 那其實走了也沒關係 可是 作為老闆 作為我的一個時間成本的點 是我要重新訓練一個人 重新train人 重新跟他磨合 所以互續你有遇到 我的結論就是 你不管在各行各業這件事就是會發生 所以老闆就是要做好這種心理準備 其實你哪有一個人會不離開 我反而是跟我員工說 你來我這邊能學多少東西就把它學完 然後我預計你就做兩年 我就是都會講很清楚 我跟你說你在我這邊做 你在怎麼做剪接師 你都只是剪接師 除非你有要往目前像培根 OK那可能還會有其他收入或是曝光的機會 不然你為什麼不讓自己變更好 所以認真講培根這個人設是 他自己真的想紅還是你們同他 他本來就很想紅 喔真的喔 那他也撐很久欸 他撐很久 真的撐很久 這是一個題外話 我很久以前我曾經以為培根是那個 Wacky Boy的老闆 你曾經以為 對 怎麼會想他沒有老闆的氣場啊 你怎麼會這樣想 他一直被霸凌欸 沒有為什麼我這個誤解 是因為那時候我覺得你啊 還有那個孫生啊 孫生啊 他們都台面上的人嘛 然後我偶然間有一次發現說 唉唷 你們的有一個員工叫培根 他有另外一個頻道叫歐巴馬 啊我覺得歐巴馬還蠻好笑 這時候看了幾次都蠻好笑 我心想說喔 他歐巴馬蠻好笑的 啊你們是台面上的演員 那他都沒有出現在台面上 啊自己私下有一個歐巴馬 所以表示說他應該是出腦的那個人 對 幕後主使 對 我想說喔 雖然他是老大 我還對他親近了很長一段時間 誤會 你誤會 那是大誤會 這誤會很大啊 這誤會 可是培根最近有慢慢變紅的趨向 因為演算法會開始為他的影片給我耶 我意思說我不要看他 那是因為那個節目剛好有 去呱吉他們公司 去上班不要看 對啊就是什麼我被 我被開除了 我就是設計一個系列其實很簡單 他們都會說我除了剪接 我希望有導演的能力 那OK啊你們就編導陪著培根去 人家公司創一個新的節目內容 我覺得很好啊 不過我說真的我自己在側面觀察 我覺得他們對培根是真的算蠻不錯的 因為就是說 你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 像我們之前走中獎的時候吧 其實他們都會很刻意的為培根 安排一些讓他有表現機會的一些活動 你是不是有什麼裸照在他手上啊 沒有不好說 對啊 沒有啦沒有裸照 是我覺得老闆更痛苦的另一個點 是我要盡量滿足每一個人 因為我真的跟反骨的每個人 大概有的熟 但基本上都是認識 然後很多事情都是酷炫自己在處理 他有點到勢必公清 你是不是放不下啊 剪接室啊 因為我請了很多剪接室 可是我最後都還是要自己過一次 是因為我很在意剪接節奏 像我昨天也早上七點睡 你說今天早上七點還是 我就早上七點 就是剪片都會剪不完 其實這樣是錯的 對啊會累 阿滴也有跟我說這樣不對 因為我覺得做影片是服務業 所以我覺得我最重要的商品就是影片 我怎麼可能接受我的東西爛爛的出去 雖然現在有的網友可能也是會罵 但是我覺得那是我自己滿意過關的東西 所以你還是有一點點的完美主義在身上 有一點 其實我最好奇的是呱吉的回答 就是對啊你面對自己的員工紅了走了 你們當初有沒有簽 他們經濟約在你手上 後來怎麼辦 其實我後來有個觀察 我這幾年有個觀察 就我一開始最早 大概一兩年前我可能還會想說 公司遲早要走向經濟公司的制度 這是為了公司的未來 然後還有甚至於為了員工去做一個保障 可是我後來發現其實經濟公司 我後來觀察這一兩年的觀察是 其實經濟公司都很難做 你看Press Play 或者是像這個WebTV Asia 然後這邊 然後施量子 全部都很難做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實際上來講 他們能夠為現在的網紅能夠提供的附加價值 其實很有限 所以變成是說 大家只要紅到某個程度 遲早都會發現說 我不如自己做起 因為我們給的月薪不可能到那個價格 就很難 你其實是綁不住那個人的 他想走的時候 你永遠都攔不住他 然後就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與其我一直煩惱這件事情 那我不如乾脆就放寬心 就是你們要走就走 佛系 對對對 然後要幹嘛都可以 但我覺得關鍵是這樣 只要這個公司 這個頻道 或者是我們在製作的節目 仍然很強 就好像舉例來講好了 假設他是康熙來了好了 然後呢 他一播就播了十幾二十年 這十幾二十年裡面 多少的人持續跟他合作 然後他也不擁有 小S或者是這個蔡康永 但是我們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節目很棒 所以呢 我不是如何 我就是要跟這個單位繼續合作下去 所以我只要能夠維持這個節目 這個頻道一直很棒的感覺 就算有一天有人要離開這個頻道 我要叫他回來 我用演出費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合作也是可以啊 我必須直接的問呱吉 所以你現在面對假設員工要離職 是比當時超哥跟BO要走 你現在會更坦然嗎 我現在是更坦然啦 那我覺得只要有人真的有其他的想法 我也會就是盡量看能不能幫助他們支持他們 我現在心裡是真的 真的是這樣想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我要硬卡在手上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都有共同結論 就是要走就讓他們走 這件事情我跟呱吉聊過才 釋懷嗎 釋懷 因為我以前是不了解這件事情 那我後來才懂老闆就是要面對 一定會有人離開的時候 真的真的老闆就是要面對這些事情 但我還沒辦法到那麼大度說 就是讓自己的幕後的人進來啊 讓他們有知名度 我還在想這件事情說要不要做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在做 可是我也完全可以想到說 你們一定會面臨到這個 他們可能有一天來來去去這樣 這時候產生我另外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員工 就是在幕後的嘛 然後每一次有新的員工 來到我們幕後的時候 我都有一個疑問是 因為我分不出來他們到底 想不想出現在台前 對啊 就是他可能不好意思叫他來入鏡 搞不好他心裡很抗拒的 他可能不想 或者是他其實很想 我都沒cue他 他也覺得你怎麼都不cue我 對有可能有可能 什麼差別待遇 對 我都希望他老實跟我講 你是不是想紅 如果他這樣跟我講 那我幫你啊 就是剛畢業很害羞的女生 怎麼說的出口 很尷尬欸 所以你們現在面試員工 這個人想不想紅 對你們來說是加分還是 還是都沒差還是扣分 我根本沒差 但是我後來發現有另一個延伸問題 當他覺得在螢幕前曝光是另一份工作內容的時候 怎麼辦 有遇過有人說 我就是來剪片 那你要我演出 那我演出是不是另一份工作 我光講培根一開始就是這樣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演出當然沒費用 但當後來演出我會給他費用 因為我說你值得 所以OK 但這會是一個過程 然後他的界線其實是有灰色地帶的 演到多少程度是OK 不然我們公司我經紀人我也很常叫他入境一下 但我覺得最明顯的應該是上班不要看 因為上班不要看他同時又融合一個情境是 我們是一個團隊 每個人也都會加減入境 但是同時又坐在 又坐在辦公室 所以上班不要看會不會很常收到那種 毛遂致見然後想要加入你們的人 其實一直都有啊 這點我就有點麻煩的地方是 我先講我們 我有一個一定不錄取的條件 如果他是那種腦粉的話是不行 我很感謝他喜歡我們 但是我覺得抱著一種就是 所以我是我要跟偶像見面的那種 心態來工作的話 會讓我們非常的困擾 你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不會想要認真一個員工 是他本身也蠻喜歡上班不要看 你怎麼界定這個 大根腦粉的區域 沒有我遇過一個攝影師 非常喜歡我 那個喜歡已經是 我後來發現超越一般的喜歡 肉體上的喜歡 肉體上的喜歡 你知道我在導演 我是在Action 那個攝影師不是在看前面 他是在看我 有一次很詭異 他竟然問說我可以拍你嗎 我想拍你工作的樣子 男單女的 天啊超怪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覺得 超怪 這樣沒有辦法工作 太怪了 所以後來我也是跟瓜姬一樣 就是過度愛慕 工作上會有一點奇妙 坦白講我以前就發生過一個情況 是有應徵 我覺得他還不錯 對我們的作品很了解 我當然是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家庭 對要了解 就是喜歡 然後也覺得你們做得很棒 認可 對很認可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被我感覺到就是 他其實帶有一點點就是那種 狂熱 就狂熱的感覺 其實我就會覺得有點擔心 所以是要來見面聊的時候 你就會觀察說這個人是不是太狂熱 對 因為這牽涉有一個問題 作為一個檯面上的 可能大家喜歡的一個網紅 或者是演員 或者是偶像好了 其實檯面上的形象 跟檯面下不會完全一樣的 一定 然後我們很擔心的是他無法客觀的處理這個問題 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他今天是有一個崇拜的心態來 他可能會有一個崇拜破碎的過程 有可能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例如阿傑會挖鼻孔之類的 之類的 這還是小事 但如果他今天有 我不是講阿傑 講我我好了好不好 就是 因為我不要亂講其他人事嘛 因為舉例來講好了 大家都覺得我很愛我老婆 但我私底下 他一來發現說 他每天私底下都在跟女員工 劈腿 一夜情 天哪一夜情 你幹嘛看我 沒有吧 這個正常員工發現也會崩潰了吧 這個跟老本有關係嗎 沒有啦 反正就是說 而且因為這種情況就是 我們對於私底下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的員工 其實對個人隱私 是有蠻多的要求 例如像觀光也不太喜歡別人去講 他 暴露他本身的真實身份 有有 我身邊很多人在討論 他們真的會問我說 觀光到底長怎樣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 我們一直都很保護他這件事情 他其實像舉例來講 像有時候我們去外面一些活動 你知道他平常 柯偉姐 我不能講這個 但是 你這樣更想聽 沒有啦 我只能說 大家平常在檯面上看到他都會穿一些特定風格的衣服 但他有時候 其實他 不穿 他私底下完全穿的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另一個風格 對 這還好吧 所以其實 其實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不會認出來 對 然後 然後像我們 之前不是去那個演唱會 就是那個什麼 覺醒音樂祭 那其實他也有去 但他完全都不跟我們在一起吃飯 然後打扮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根本他就混在人群當中 沒有人知道他們誰 好羨慕喔 好羨慕可以這樣的 但他連口罩都沒戴喔 所以是真的大家不會認出來喔 對 那因為就是因為他其實很重視個人隱私 可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我們今天 他是帶著一種就是 粉絲的心態進來 那他很可能就是會跑出去跟別人討論 你知道我其實現在見到 而且他就可以偽形冠冠耶 看到冠冠的真面目 這真的對我們來講就很不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你了解 上班不要看 也希望你喜歡上班不要看 但不是是用這種狂熱的心態 而是專業的工作的心態 就是能夠讓我感覺到這是 他是一個專業的關係啊 那瓜吉你有遇過就是 來應徵上班不要看很奇葩的履歷 或是就來很好笑的嗎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遇過吧 我想想看喔 我遇過就是說他會特異功能 然後在我面前說要把湯匙弄彎 然後我以後他真的有 結果他用手把他摺彎 說表演完畢 我說你錄取 他是要搞笑吧 但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錄取了 就甜甜我們攝影師很愛洗殘廢子 你知道那個啊 而且他其實攝影的 基本功是不好的 我們公司有一些員工 他們的基本功是不好 可是我都不介意 我都願意親自交到會 重點是我覺得他很有趣 會讓我整個上班過程中 就很像在看電影 不行欸 我如果要攝影師我一定要攝影工很好 我希望他就對Spec 倒背如流鏡頭都可以背出來 不是因為我自己會 所以我不怕他不會 反正我教完你 你他來就是要學東西嘛 那你來學 你就讓我開心 我一部分是希望工作中獲得快樂 所以我覺得我很荒謬 就是我周遭的人都很鏘 但我覺得很開心 有我感受到你周遭的人都很鏘 可是我其實是enjoy在那個氛圍中 我願意給到高於業界標準以上的錢 但是我希望這個是極戰力 我不希望這個我要從頭train 因為我以現在上班不要看來講 我已經不太特別刻意去找 比如台前演出或什麼類的人 我現在覺得如果上班不要看有缺的話 我覺得也不是缺技術型的人 而是缺寫腳本的人 因為我覺得寫腳本這個功能 真的很難 也很難被訓練 就是我覺得其實技術上的人 訓練都有一定的方法 但是只有寫腳本這個東西 它不能夠靠訓練 它是你本來會就會的東西 所以這個這種人我們還有在找 而且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團隊已經擴張到某個程度 就是如果我還需要更多技術人員 具體來講我現在想要拍一個 呃帶狀性的一個綜藝節目好了 我可能要出三機作業 像這樣的攝影師 我一定要養在辦公室嗎 其實未必 對不用 其實花錢請就花的 花錢請就好啦 對對 就跟租器材一樣 對那是最有效率的一個做法 所以技術型的人 我們現在反而比較不早 最近大家都在瘋狂討論說 上班不要看已經變成了 上課也可以看 你們已經從限制級頻道 進入到普遍級的頻道 可是我其實有觀察你們 偶爾還是有一些很以前的那種 Hardcore的題材 你覺得這是面對大眾的轉型 還是說沒有欸 負責企劃的人不一樣 對只是單純的負責企劃的人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的企劃 主要來自兩邊 一個是阿傑 一個是蔡哥 其實以前我們沒有分team的 你知道嗎 在我們公司內部 然後呢 就大家都是同一個team 然後誰想的企劃 誰也很有趣 大家都支持他把它做出來 那其實在18年的時候 上班不要看的主力的企劃 其實是阿傑 是阿傑 18年是阿傑 18年的時候都是阿傑 17年的時候是超哥伯夭 那阿傑還是會想一些很多 阿裡不達的 然後怪怪的色色的一些東西 可是那時候其實 蔡哥內心就會覺得有時候 我感受到內心他有一些不滿 他有一些他也覺得很有趣的想法 可是因為在阿傑的光芒籠罩之下 他沒有辦法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為了要讓蔡哥可以工作得很快樂 所以我們就分出了兩個team 然後呢一個team是阿傑team 一個team是蔡哥 做這樣的事 你有發現他不快樂嗎 你知道這也是老闆的一個工作 我覺得這好痛苦 欸我沒辦法發現欸 這我也有可以講的 我 就是我無法發現員工不快樂 我是很後知後覺的 這是老闆的一個工作就是 就算不愛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都要找人來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 因為你有時候你不問你也不知道 然後你就是可以感受到他比如不快樂 然後你問一下他到底為什麼不快樂 有時候跟他講說 好吧那我們後來才想了一個方法 那我們接下來就分阿傑跟蔡哥兩個team 我把人力分成兩邊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讓蔡哥的team 就是完全是讓蔡哥去主導 讓他去做很多東西 那蔡哥的他的一些題目 就會自然就是走另外一個方向 可是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他事實上他最近的一些 他主導的一些企劃 其實觀看數我覺得也都是蠻優秀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OK的 我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可是當然的風格可能就會稍微有些改變了 因為我以為是說上班不要看要擁抱大眾 沒有跟那沒有關係 但我也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讓我很不爽的事情是 即便我們已經品位已經變得是這麼的大眾了 但是我們今年得到黃標的頻率還是遠遠高於過去 我完全不懂為什麼 很多片我都覺得還好 最近抓很嚴耶 我們也是啊就根本沒什麼 然後也沒標 露個奶就黃標 或是講個 露奶我如果被黃標我就算了 但也沒有 你覺得最荒謬的哪些影片被黃標 就不應該被黃標的 我跟你講最近做了一支影片 其實是我講一個很溫馨感人的小故事 是我個人的直播啦 但因為我是在葡萄牙直播嘛 那因為我是在戶外做直播 所以我隨便寫了一個標題說 葡萄牙野外露出 但是我跟你講 活該被保陰 你自己活該 你知道你是想 你為什麼要寫這個 但是我跟你說 內容很溫馨 我在講的是我各位老婆的小故事耶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測試過他們D4就有一些智慧 是直接可以黃標 對 那馬上黃標我傻眼 還有18禁這個詞本身就黃標 或什麼迷樣 迷樣 只要是A片的 什麼高清無碼 這些都直接給你黃標 所以我們後來標題要避開這些字 對不能寫這些東西 那你後來怎麼辦 你有砍掉重船嗎 沒有啊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係 也可能只是巧合啦 我每次只要 一在我個人的Facebook上靠腰說 又被黃標 黃標怎麼不見了 欸 好好喔 怎麼會這樣 你下次幫我靠杯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標題都不能下到 類似什麼野外露出什麼18禁 然後包括內容 我們其實沒有一年前設 很多人說我們現在很低級 可是請去看我們2018年的影片 那什麼直接口爆 都直接十幾秒不停還跟你特寫 對你們現在都是 偉哥只會手伸起來 但他卡在空中 你們有發現我現在手一伸起來 我就逼 我畫面就直接逼掉 對不對 還不是因為D卡有人罵 沒有沒有 對不起 我是真的發自內心要改 我是真的發自內心要改 但我很害怕D卡這個平台 所以你是比較careD卡的言論 不是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們 根本沒做什麼事情 可是會被嚴重化 沒有我後來 我後來已經釋懷是我發現 連阿滴滴妹這麼正面的創作者 都有可能被罵 不是你看像阿滴那個事件 我看完我也會心裡覺得說 就我看完會覺得沒那麼嚴重 作為老闆會覺得替他不死嗎 我就沒那麼嚴重 但是區別在哪邊 就是老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解 對老闆是孤獨的 對老闆沒有辦法說出來 所以很容易會有壓力 然後我剛剛前面有延伸一個題目 我說當老闆另一個很痛苦是 你說菜哥跟阿姐嗎 孫生跟偉哥也是啊 他們假設提十個劇本 孫生我會用七個 偉哥只用三個 那你想想看這個狀況維持兩年三年 偉哥會不會心裡覺得 不平衡 不平衡 我都會覺得我對他很抱歉 所以我也是要去想辦法完成他想做的事 你一個人決定要用嗎 不是因為我們三個討論啊 那一定是兩個人贊成 那就兩個人用啊 所以如果偉哥提劇本 我跟孫生都覺得不行 那偉哥劇本就沉到海裡 最後決定權又變到我身上 我就會覺得 心裡對他很抱歉 然後又會很想要完成他的東西 就是兩難 所以剛剛其實我覺得酷炫有聊到一點點 也是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作為一個負責人 作為一個老闆是有一個 孤獨寂寞的感覺 然後想問一下瓜吉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聊 我注意到你上禮拜是不是有幾天在暴走 就是我原本看到一篇 然後想說這個瓜吉正常能量釋放 連續發文 然後後來發現 連發四篇耶 但我知道瓜吉你畢竟還有政治人物的身份 你還有很多身份 然後重疊在一起 我想跟你聊的不是問說你為什麼暴走 我想跟你聊說你有沒有那個孤單感寂寞感 就是面對一個人要做決定的時候 當然是會啊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覺得做老闆 你知道有些員工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他可能會覺得說 公司有賺錢的時候 好像老闆過得比較好 然後為什麼我們沒有得到那麼多的好處 我也有遇到 但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我覺得我第一個 很多時候他們的觀察的點可能不一定是對的 他可能以為他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處 但其實不見得 因為公司要活下去 我們要一個戰備基金放在那裡啊 對 現金是要是很重要 或是那個款項60天才會進來 對不是像他想的這麼容易 然後第二個很大的重點是 我作為一個老闆 其實我每個月薪水是照常在付的 不管有賺錢還是沒有賺錢 我一開始先期投入的都是風險的成本 也就是說所有的風險都是我一個人在承擔 所以對他們這些員工來說 其實今天這個影片觀察數差 你知道嗎 他也許會覺得有點成就感的喪失 但他月薪還是一樣的 對他沒有任何的損失 也就是說他其實內心可能會有些失落感 但是那是他最多的麻煩 沒有我要煩惱事情非常多 我要煩惱他們的下一餐是從哪來的 那個擔心跟憂愁是他們感受不到的 對啊 因為他們只會想說 我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那好的極端加薪的點是要到哪一個位置 只會無上限 我還是要告訴他 你加薪的位置就差不多在這邊 而且他們可能只要看的是 我一個又一個的作品 可是對我來說 我常常在想事情都是半年一年 甚至兩年後的事情 就是我可能看到 最近觀看樹下滑 哇那半年後會怎樣 那我還能做什麼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每天都是在想的這些事情 我們三個頻道的點規率都掉 對啊 我們大概都掉了應該有三到四成都有 好多 上半半看有這麼慘嗎 其實還蠻慘的 可是我個人覺得是 我們還有很多也需要自己努力的 我不會完全說是什麼演算法的問題 但是的確我覺得其實是 我覺得可能一部分我的觀察是 觀眾的選擇變多遠了 就現在有很多小頻道也是超強 就是很有想法怎麼樣 那一部分可能也 的確我覺得關鍵講的重點 不能全部都怪給演算法 可是作為老闆的就會開始擔心 就覺得我點閱率不好 那我下個月我的業配報價 還可以報這個價錢嗎 然後怎麼樣有的沒的 或者是例如7月8月是旺季 我們可能接比較多 可是現在已經談到9月10月 9月10月亮就整個掉下來 然後我記得前一陣子我看到 酷炫家報告說你們是哪一個月 整個月沒業配是不是 我們鬼月那個月業配真的比較小 鬼月不就是這個月 可是現在是旺季耶 所以我覺得更妙 就是像我們8 9月很好 可是7月反而 我們也是7月整個不行 就7月 我的7月是不行 7月可是7月 因為是暑假檔期 遊戲業配應該要接到爆啊 遊戲業今年都突然變得非常保守 我們會認為 因為今年暑假檔期 可能有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響 所以大家有點Q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預算就不見了 那還有今年我們現在的觀察 就是說 有很多的大品牌公司 FNCG 就那種快速消費品啊 飲料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們現在的 今年的投放策略也有一些改變 他們開始找很多比較小的頻道 就是廣灑 但是不找大的 它就是一個散彈槍的感覺 散彈槍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在嘗試 新的一些投放策略 當然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試一試之後 也可能還會再有一些其他的調整 我覺得也很難說啦 那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老闆一直在關心 可能其他員工不會想 我們只要一看 這個月的營業額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到處就 就去請 去問 對啊去請議問說 現在是不是 要確認一下大家都過不好 市場是不是變不好 或者是我們的問題 我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沒有啊 很暗眼都一直上發燒 然後我們就是輸啊 沒有本來就一陣一陣的 這很OK 我跟你講我反而不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在怎麼講 你也跟我們一樣都做三四年以上了對不對 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每隔幾個月都會有超強的人跑出來 這有什麼 這很正常 會突然有個豬猴這樣殺出來就是 對啊 一直都會啊 但是我會有危機意識 我會覺得說哇 人家這麼強 然後因為我還是 偶爾還是會有數字的迷思 我就去算 一天就50萬點閱 然後同期一天二三十 然後例如石荒 我們前一陣子 久邊秀做一集石荒 他們出外景拍了八個小時外景 也是同時出三集 尾哥也有去 然後我們就是 對外景會抱很大的期待 因為相對棚內的成本低很多 然後也輕鬆很多 然後時間也短 然後我們外景那一集上 那那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人在日本的網咖 我就一個人住在網咖 然後那集點閱率很爛 我們大概前兩個小時就知道點閱率很爛 因為通常後台 沒錯 我知道 你就知道這支裡面不會中 然後我一個人關在網咖 網咖又沒有窗子 我瞬間整個進入到非常憂鬱的狀態 然後我瞬間自己也嚇到說 哇我原來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我還是原來我還是這麼看中數字 我以為我沒那麼在乎了 但其實某支影片投注了很大的心血的時候 就會沒中的時候就會覺得 哇我的人生真的被YouTube 或是被Facebook這些平台綁在一起 會啊 我最近開始例行一個新運動 最近這一個月才開始了 就是起床一個小時之內不看手機 不看手機 不看手機 這很屌欸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被這件事情綁架太嚴重了 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什麼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一樣 就是把手機拿起來然後立刻點開那個YouTube的那個 齒輪 齒輪 對 看數字 看留言 我跟你講 我現在我現在覺得我被這件事情搞到我精神浩弱 所以我現在決定我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刷個牙 然後呢吃個早餐 然後看個報紙 然後一個小時後才回來拿起來看 一個小時你做得到 我已經我最近這兩個禮拜都這樣 一個小時很強欸 可是我剛起床我是 現在是先開PTT 我不開齒輪 然後當我看PTT PTT不是看了心情更不好 對我常常看PTT 然後八卦版 又是在討論9倍 可是我看的東西不一樣 我是看鏡週刊 說欸 喔 今天我沒有上去 欸不錯喔 這1週刊 反骨最慘欸 你們被跟拍超多欸 你知道那些新聞是間接又淺移摸話 影響到一些酸民加進來 其實他們可能沒那麼討厭我 但是落井下石 一看到新聞就想跟著罵 他們標題真的是都天馬行空的亂線 對 天馬行空 可是你身為老闆 會不會看到那個第一反應是 會不會影響傷害 會不會影響要上的片子 會不會 我覺得還好是因為 沒有到真的 他們的都還好啊 都就是 沒有到很富裕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呃大家習慣了 對對對 其實 其實 雖然這樣子講 可能有點像在酸反骨男孩 可是我覺得一樣的事情 可能反骨男孩發生 或誰發生不一樣 例如一樣是 好你跟阿滴好了 一樣跟一個陌生的梅亞走一起 那反骨男孩沒什麼嘛 對 可是阿滴可能就會被寫成說 那是他的誰 那是他的誰 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們現在也大部分都是單身 或什麼 也就是說你們是單身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最多也就是你們 跟女性有一些比較深入的交往 啊不就是那樣嗎 重點是 牽手也沒什麼 對啊 你們摳現在那裡的習慣 我也很正常 在這裡真的會出事 大概就只有我吧 因為你結婚了 對 而且你的形象是愛妻 要注意喔 所以我跟你講 我其實很確定 就像之前蘋果也有拍到我 但是他是 我那一次我覺得很扯的事情是 他是在我家至少跟拍了三天 因為我看到那個照片 其實連續三 就是三個不同的日子 他們一根都一個禮拜起跳 然後 第一張照片都是我家門口 他從我家門口一直拍到我去哪裡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他可能連續拍了三天 但至少他用三天的照片 然後都沒拍到什麼了不起了 所以最後只有放我跟我老婆吃飯 啊這有什麼意義 沒意義啊 我就給我老婆吃飯啊不然怎樣 可是那個時候我 也蠻替你打包不平的事 因為你蠻保護不讓自己老婆 對 他就某一天早上還突然打電話說 欸我們拍了你跟你老婆 然後今天要放 然後好討厭喔 對我那時候就直接跟他講說 欸至少老婆幫我打麻拜託 蘋果的會先講 其他 有些是不講的 有些是不講的嗎 有的 這個要問酷炫他比較有經驗 鏡周刊不會說 而且我到後來是 我還想幫他們做報點 沒有鏡周刊要講吧 有的好像沒講 有的不會講 有的不會說 真的喔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鏡周刊也是要報我 不是他講政治方面的事情 他就事先打電話來 而且他很謹慎 我還以為是幹什麼巨大的醜聞 我整個還有點嚇到 哪一天是 巨大的醜聞 我也會耶 我這陣子在幹嘛 對對對 然後他打來後來說 我還跟你講一件事 然後後來 因為通常按照正常的新聞倫理 是他要報導一件事情 如果是跟你有關的 他要確認 他要跟你 取得你的反應 你也可以說 我沒有任何的 要說的也可以 但他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他一定要問 對這是正常的新聞倫理 所以他其實是問 可是那件事情其實嚴格講起來 我覺得不算是什麼巨大的醜聞 跟我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他就說好 那這一期的封面會有你喔 然後我就說喔好 然後結果後來我那一那一期 我就看到封面 欸原來只是下面一小角 我還以為是封面 你知道嗎 這真的很大的封面 所以我們三個都上過封面欸 對啊其實我可以理解他們工作啦 因為他們就是要消費啊 我們有時候也在消費人家嘛 所以我可以懂 對啦如果到這個心態就最健康 不過剛剛瓜姐沒講完 所以你後來 你說你剛剛說封面的一小角 沒有沒有我有點小失望 我說這個才這樣 我還以為就多屌 你等一下我就 我還有就立刻傳訊給那個記者 我就說欸我以為封面是我整張的 然後天啊 他那個來盡周刊 一周刊時報喔 他想上整張的 沒有等一下 等一下 好不好來 請去這個邱議員的辦公室堵他 你知道那個記者就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你要上整張方面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你搞外遇被抓到 欸這個不行 那真的 應該是不會發生啊 不行不行 這任務交給我 你沒結婚啊 喔對我沒結婚可以 對啊你是有差嗎 沒有差沒差 啊沒有沒有我知道 你跟那個就是男攝影師 對 我在call那男攝影師來 對對對 要跟他牽手在路上 對那樣就應該有方便 而且那搞不好蠻正面的喔 就很多人會挺你喔 對你可以參加十月的同志大遊行 欸 為什麼沒想過 對我有在請你 可以可以 又回到老闆這個主題啦 然後我記得好像跟瓜吉聊過就是 有沒有真的到公司很低潮 我記得有你說有一個月的 有一個月薪資 就很早期的時候有一個薪資是你去領錢 然後從自己的戶頭領出來是不是 沒有啊不是啊那最慘的那一次是我跟我老婆借錢啊 然後就我那一次其實已經就是啊幹 我整個都已經交頭爛 我心裡在想說難道我要去借錢還是幹嘛 我覺得可是我老婆一定感覺到這件事情 他就跟我說你是不是需要錢 這麼明顯嗎還是你有開 因為可能他覺得我很煩惱啦 然後我想了一想然後我就說對 他說所以你需要多少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一個數字 他就說他以為很大 然後我就說這樣還好嗎 所以你自己的戶頭已經沒錢了 對我那時候戶頭是沒錢的 那其實壓力很大欸 我跟你講喔其實我常常講 我是上班不要看收入最少的那個人 因為以前在上班不要看還沒有真的賺很多錢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薪水我都是給很多的 但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都是幾乎是沒有領錢的狀態 我覺得可以付得起我的薪水的時候 我從三萬開始領起 你看這麼少欸 哇塞 沒有拿薪水那麼多久 對啊 大概我第一年可能都沒有什麼拿吧 一整年欸 因為我覺得沒有賺錢啊 那我覺得我就反正 拿了公司自己也變少 對啊我就不拿 但我後來是有一個也是當老闆的朋友 他說你是白癡嗎 他說你公司只要還在正常營運 就應該要發薪水給自己 因為哪天真的公司沒錢呢 你還是拿自己的錢出來救啊 所以你只是把錢先放在自己那邊 你不放其實也是 對啊他覺得是沒有邏輯啊 而且你知道做為老闆你應該也知道 其實我們在勞健保上面 我們都是用最高標準 對對對 我們勞健保 五萬六多少 他不管你領多少 就算你領一萬塊 就是要繳那個錢 你要繳五萬六千多塊的勞健保費用 而且老闆的計算標準 跟員工是不一樣的 他的那個費用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曾經很邪惡的想說 反正老闆 因為我想說我老闆在我五六十歲的時候 還不知道還在不在 想說我不要繳老闆 但不行負責人是一定要繳 對對對 你不繳 就是整個公司沒辦法就是沒辦法營運 對 那問一下酷炫 你們公司有遇過什麼很難過的難關嗎 資金周轉 很難過的難關 其實就是之前講的啊 你如果一兩個月沒接到業配 我還是要用公司的錢 那不是最近的事嗎 最近的還好是因為七月沒有案子 可是八九月案子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是還OK 可是主要是在那個過程中 你心境會很害怕 然後我那時候還去到處拜拜啊 拜世面佛有的沒的 就是你會很不安 然後再來覺得自己有一個很奇怪的心境 是我那個時候馬上就會覺得我要不要轉行 然後八月案子一多 我就覺得沒事 我走路這個就是 會很有風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自己會被這種這麼智障的事情 給影響自己的心情 沒有就是現金流啊 我覺得我也會 對啊 像現在是八月中嘛 然後我會跟我的經紀人確認說 我們九月滿了很好 九月已經save過關 十月正在接 然後就開始想十一月的事情 然後如果我每個月一定要接到那個quota 如果沒有沒有接到那個額度 我就開始覺得說啊 是不是自己過氣了 然後是自己哪裡做錯 然後就一直想一直想 我們現在八九月算是也是差不多了 但是十月 嗯 還沒滿我是還沒滿 我是十一月的部分 對 你已經到十一月了喔 十一月 十月也還可以 我們十一月已經滿了 但是十一月是整個空的 為什麼 所以十一月有一個大乾爹 有先book掉 我們十一月已經有一個廠商 直接整個月包下來了 哎唷 到時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十一月 他是一個就是蠻巨大的企劃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題想要問你們兩個 因為像我覺得瓜奇最明顯 就是有時候 員工會羞辱你啊 或者罵你啊 可是作為老闆 其實要做一些決策 甚至是最現實的薪水要你訂 會不會覺得混亂 就是說我在拍片的時候 好像一家人 然後平起平坐 甚至你的地位還比較低一點點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這樣老闆的錯亂 不會啊 我說真的因為我再怎麼講 我在職場打混也十幾年以上了 所以我覺得大概做一個老闆 要保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我覺得我已經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了 我覺得老闆其實終究是不太可能跟員工成為朋友 就是你可以跟他們是很好的關係 他可以互相喜歡 這個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真的想要當朋友其實是不容易的 大家都要給彼此一點點 我們終究是對立面 就是也不能說對立 但就是真的有一個關係在 以前我可能還會很在意 現在我已經就覺得 沒關係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像這樣的一個關係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我們在片場上常常都是讓員工 就是吐槽我 這個很大的重點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對於 我們看我們的觀眾來講 他們絕大多數人也都不是老闆 也可能都在上班的人 其實與其看到一個冠老闆 真的每天都在欺負他的員工 他們更想看到的是冠老闆 對人工 這心態很好 可是這有分檯面上跟檯面下 因為檯面上吐槽我可以 但檯面上真的吐槽 有一次我就是很認真的 在教一個實習生設計LOGO 然後就說你看我設計這個LOGO 多棒多漂亮 他說還好啊沒有很好看 裴根突然從旁邊經過說 你怎麼做那麼醜 然後走掉 你知道我是原地不講話然後 我他媽現在在教裡面 你說我的東西很醜 你後來有跟培根講說你很不爽嗎 我就說好像真的不太好看 你怎麼這麼卑微啊 然後我就oh my god 然後我後來就花很多時間 我就把它做到好 後來叫培根來說 來這個有沒有好看一點 他說這個好一些 好一些 我想說我那個請你來羞辱的嗎 很微妙欸就是跟 因為有些事情員工也不會跟你講 對對對 例如員工跟別的youtuber去吃飯 他就不會跟你講 擔心你擔心他要跳槽 他就不會跟我講 欸那如果是你你會擔心嗎 我當然你會擔心 你知道 剪接師突然跟我去吃飯 我剛好會超擔心 你會很擔心吧 就跟我的女朋友跟別的男生出去一樣 會超擔心的 你跟我一樣就是偏有控制狂 對 然後我的員工只要在呱吉下面留言 我都超擔心的 我說不行喔你不能去上班不要看 前陣子菜哥很常被邀請去一日啊 就他直接去了好幾次很多人就我說 欸菜哥是不是要跳槽 超討厭這種問題 對我 欸可是你們也挖了那麼多麥卡貝爾的人 換一下啊 換一下也是剛好嘛 一物換一物 互相當對方的牛棚啊 沒有啦對我來說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吧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是菜哥想不想 因為對菜哥來講 其實上面不要看絕大多數的人 包含阿傑在內 其實對於台前的工作都沒有那麼強烈的欲望 阿傑感覺出來還好 他只是不介意在台前演出 可是他沒有那麼在乎 他沒有特別想 但菜哥是比較不一樣的 菜哥是比較 真的就是我這個 這輩子就是想要在台前好好的工作 所以對我來講他最需要的就是舞台 那今天如果他覺得他有這個餘力 他想要去演一些不同的節目 然後呢拓展一下自己 因為說真的一個演出者 他要變厲害就是要跟更多更厲害的演出者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對他來講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不會去阻止他做這件事情 真的很感人 我已經可以看到菜哥 加入一日嗎 不是啦 我已經想到 已經可以看到菜哥站在小巨蛋上 我想到他已經上過了 所以也還好 這樣子 我們身邊朋友都說我私底下很沒感情 但是因為我太有感情 我跟你說 因為那個 我每次從我房間開門看到員工 因為我的我住的地方跟辦公室是一起的 然後我都覺得哪一天他們會離開 所以我其實心裡都很害怕遇到那天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這樣乾脆我不要跟你那麼好 我就單純公事公辦 我見到你的時候就只講工作 那這樣之後離開的時候不會太難過 我也有想過耶就是真的 剛剛瓜姐有講過說 就是主管跟員工的關係本來就沒辦法太好 之外我也會擔心說感情太好 有的時候因為這一行也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過氣 然後就會覺得說要做很多決斷自己 要硬起來 就是有一些必要的冷酷這樣子 是 不過反正你現在已經心裡可以放 經過跟我們聊之後 你應該可以放下 有啦 我有好一點點 讓那個製作人下禮拜要跟我出去吃飯 邀約這麼快 就我有點 讓我做一下心理準備好不好 我人生這幾個已經被剝奪很多東西了 對 接下來要問一下的是 創業的最終目標 瓜姐你的 目前你覺得你創業的目標是什麼 講一個比較夢幻一點的想法 是我希望這輩子可以一直不斷的創作 而且還可以零很多錢 就這樣 跟我一樣 打都一樣 大家都是 零很多錢 就是因為老實講 就是聽起來好像很普通 可是我覺得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奢侈的願望 超難的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如果今天只是單純要賺錢的話 其實賺錢有非常多的手段 然後呢都比這個更有效率 可是你想要靠創作這件事情來賺錢 這件事情非常的奢侈 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一直做這件事情做到最後 就是很享受創作的過程 同時那個收入又是不錯的 對 在開錄之前再跟兩位聊 瓜吉自己也 你也不買豪車啊 你對錢 你對物質的追求也還好啊 我其實說真的 我除了吃之外 我大概我每個月花的錢其實算蠻少的 對啊你看你也不帶名表 然後 沒有 有房子可能住 房子現在是租的嗎 沒有 房子現在是租的 所以還好 所以我其實對於物質的慾望 頂多偶爾去買買衣服 但是衣服也沒有很多就是了 所以你會買到蠻好的衣服嗎 不會 也還好 就是大概比一般上班族好一點 但是跟那種追求名牌的人又沒那麼嚴重 就是不會買到Armani這種 不會 我買的我最常買的品牌就是Bings啊 因為Bings就有開在我家旁邊 然後我每天就是 看到新的 不是 我好像掃一件褲子 然後我就走進去 穿到一件褲子就走 是這樣 所以我家衣櫃裡面九層都是Bings Bings為什麼都不找我業配嗎 可以啦 這集出去應該就找你了啦 其實有時候老闆比員工還節儉 我不是說我七月那個月 業配比較少嗎 我那時候每天去吃十元滷肉飯 三小 太扯了吧 十元滷肉飯 因為我覺得叫Uber E很貴 就是我那時候突然覺得自己好奢侈 然後就騎摩托車 那陣子也不開休旅車 因為新聞說我開休旅車是跑車 我想說我開休旅車你鞋子跑車 好我就騎摩托車 你說這不是Posh那一台嗎 沒有 不是啊我上次看到是大牛啊 馬資打 沒那麼好啦 喔唷 因為那個剛剛酷炫跟我抱怨說 老闆不能開很好的車 對老闆本來就不行開好車啊 就是我要載器材 然後又要上上下下 真的是方便就好 所以你也沒有說自己未來賺到錢要買什麼 其實還好耶 我應該就是把錢在就是孝敬我爸媽吧 然後還有我妹最近生小孩啊 我也是會希望他們生活過好一點 太正面了 沒有我賺錢就是要買好車 我知道你的那個你常炫富啊 然後因為你前陣子還有塞一張照片 然後是你跟車子在一起 然後後來我記得網路上不知道是PTD還是哪裡 很多人就拿那張照片出來討論說 唉唷這車是什麼啊 哇真的賺很多啊 一堆人在那邊留言 還行啊還行 你知道我其實 怎麼突然話那麼簡短 你可以多介紹啊 我也不能說自己很窮啊 我覺得這樣太假白了 不行啊 以前比較早期的創作者很喜歡說自己賺錢賺很少 我就覺得好累喔 要這邊說自己 你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其實賺得也還不錯這樣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我們跟那些 靠著經商致富或者是富二代相比我們真的距離太遙落 真的算還好 對對我們就是我們花錢還是會看價嘛 但是有些是真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都還算是認真工作賺到的合理報酬之內啊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溫馨的橋段啊 不要說整集都在都在講員工與老闆的對立啦 有沒有什麼想對員工講的話 所有反骨的團隊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很開心我們可以一起拍片到現在 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可以再共創佳績 然後有機會的話我們一起開 一起拍電影我希望成為台灣的王景 然後一起完成搞笑的夢想 讓身邊的人開心 在工作中玩樂 玩樂這種工作 一起加油 2019年上半 坦白說我覺得我花在跟同事相處的時間真的太少了 我內心其實是感覺到滿遺憾的 那7月的時候 我很努力的跟大家做了很多新的一些討論 那我覺得下半年我們還有很多很有趣的企劃 正準備要發展 尤其是9月的那一個我真的很期待 所以請大家好好的一起努力 再創一次高峰 就這樣啦 很期待很期待 那我最後也跟我的員工講一下話 我要跟我因為我員工不多 你員工下個禮拜就要跟我吃飯啊 真的嗎 沒有啦 你看他相信了 真的很害怕 如果要跟呱吉吃飯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提前跟我講一下 讓我有一個心理準備好不好 然後呢我要跟我的員工說就是 我最近已經很忍耐著 不要禮拜六日的凌晨瞧你們了 就是希望你們也可以休息到 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個工作狂 所以呢 這陣子也很單待 就是很不好意思 就讓你們就是 要過著這種24小時 隨時會突然出現工作的狀態 不過呢 我會盡可能的 盡可能的能夠多分的話 就會多分給你們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集的 冠老闆對話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再次呢 謝謝我們的 呱吉還有酷雪 耶 然後我們本週的絕面秀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就下週見囉 晚安 掰掰 黃標很有可能是 你要點進去那個頻道 你才看到那個 就破綻不出去 對對對 然後這個問題應該是 翻滾男孩應該是最嚴重的 對 你說對 但其實比起黃標我更怕中標 好沒事但不太好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講了一個很難剪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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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要不可以帶來的是一個 中秋的 特別企劃 這次特地的 砸了超過 五萬台幣 要不可以帶來的是一個 道府的超頂級 和牛烤肉服務 耶 一秒想吃耶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要趕入鏡才能先吃喔 這大概是台灣的一新的米其林 用的牛排了吧